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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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Venée 在MCO再度完場期間 其實真是悶悶的 我便整理之前去過 單勇市拔地區的片段 大家先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就來了 這一間叫做 紅芝蘭的味道 有什麼呢 最初我們上網看 就是有 是空廠的廠房可以參觀 但是來到 譬如說已經不能再參觀 就只剩下外面 一點點的 字幕提供 給大家看看 但是呢 就有一個大國 買的 我們都試一下 這裏的零絲飲品 有紅棗 芝蘭、芦蘭、芦蘭、其他味道 我今次試這個 就是銅棗的 對 嘗嘗 我先試一下 我都未試過 嘗嘗 好喝嗎 其實有點甘甘的 也挺好喝的 甘甘淨甜甜的 另外呢 我覺得大家會試的一個食物 我看不到它 它是什麼 其實呢 我來看 它就是一個炸蠔菇 炸蠔菇 是新鮮即炸的 不過很香很脆 也是不夠一包 這個可以試一下 我們待會再去其他地方 雖然沒有參觀 羊菇種植場 但小小的展示區 都有不少的 菌類小知識介紹 而且呢 還有真實的樣本 給大家看 和欣賞參考 記得啊 眼看手蜜動 看還看 真的不要手多多 我帶大家進去店裡 看看有什麼購買吧 其實店裡都不小 整間小型的超市 不過 除了特色的菌類產品 其實呢 也有其他東西買的 至於比較特色的 我就會推介他們的菱茲飲品 還有其他都挺有趣的產品 例如菱茲粉 可以幫助雙口乳合 還有菱茲生髮水 和天然的古早鹹 原來這間寶芝林 除了做養菇種植場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 兩天一夜的 度假民宿配套套餐 坐了一個多小時 來到第一個景點 雖然沒有了菌類工場參觀 但是逛逛又買吃吃吃 鬆一鬆對腳之外 都算不錯了 我們準備出發去第二個景點 未去到第二個景點之前 我們在中途就被這個景點吸引了 看著海 真的感覺很舒服 我們就是在車內 途中發現這裡有人玩風範 所以特地停車下來看看 不過由於天好像快下雨 所以他們都已經在收拾東西了 唯有在地標上打卡 自家遊最好玩 就是可以隨路走 隨路發現新景點 喜歡去哪兒就去哪兒 唉…冬雲變色 突然南天白雲都會下大雨 來了馬來西亞一段時間才發現 這裡經常都是這樣的 趁未落出雨 趕快去下一站 GoGoGo 這一站是一間以自然生態為主的燕子生態園 起初來到 我還以為這裡沒有開門 星期六四周圍都沒有人 人影都沒有 後來才發現 在後面有一個展示區 一於帶大家進去看看吧 這個展示館就好像保育教育中心一樣 有介紹小知識之外 還有講一下這裡的建築歷史 還有當然不能教得的就是賣產品 其實這個展館是燕子屋的底層 遊客是不能進入燕子屋裡參觀的 因為會騷擾到燕子的自然生態 所以展館裡面會層列回燕子屋裡的燕巢情況 再加以介紹給大家看到正常真實的情況 另外也會有顯示採踏燕窩的步驟和程序 我們就位於這個停車場的中心位置 前面位置應該會是一間resort 還有旁邊還會發展為一個榴槤園 不過連這裡的職員都說不知 何時才會發展成這樣的藍圖 出了展示館就有一間小食部 但都是沒有人沒有物 剩下一個點 而在對面就有一個Echo Farm 應該是免費入場參觀的 不過遊鷹味道真是過分濃烈 我真是無法進去拍照和大家分享 本鷹這裏應該挺漂亮挺舒服 但整個環境人都沒有多過 假設天黑黑黑黑 準備下大雨 而且由米時中心 搭回到市中心也要一段路 所以我不想停留在這裏 都是趕快跳上車去我們的下一站 雖然我不是經常喝咖啡 但知道這裏有木炭炒咖啡 我們都想來這裏看看 工場裏面很香咖啡味 不過很可惜的是 假日要一早來 事實話才可以看到工人炒豆 既然沒有一看炒豆的過程 我們就看看環境和炒豆的工具 了解一下和感受一下這裏的文化 看到工人在這裏 密密密密密密密 他們在這裏進行分類工作 將咖啡豆和咖啡殼分出來 這一盒就是咖啡殼 這一盒才是咖啡豆 這個咖啡工場除了有咖啡粉買之外 市頭還有賣咖啡樹 我也想帶一棵回家 市頭還教我們 將咖啡豆的外皮剝開 然後將裏面的果實放入口 就會吃到甜甜的味道 我也是第一次試到新鮮的咖啡果 你這麼濃難打理 有了 果就沒有果 但花是沒有味道的 花很香 它是咖啡味的 不是 好像那些芽芽 芽芽芽芽 可以 在工場裏充滿時間的痕跡 我們都想買包回去 感受一下古早味香濃咖啡的感覺和情懷 正所謂雨過天清 你看看剛剛下雨的天空 現在多漂亮多清 其實這次出行最大的目的 是想找個海邊 看看這麼廣闊的天空和大海 真的感覺很爽很開心 簡直是心亢神異 你們別以為這裡沒有人 這裡是這一區的情人橋 都有不少的家庭 情侶過來這裡拍照打卡 還有 這裡還有人釣魚 天啊 這麼狠海邊 應該有不少新鮮食材 拍完照 一於走過對面的海鮮餐館 開餐 今天已經走過這麼多個不同的地方 現在可以坐下來 正所謂休息一下 吃點東西 來到這間餐館 感覺也不錯 看看什麼吃 這個推介蠔仔蛋 確實真的很好吃 蠔仔細細粒 魚仔細鮮味 還要鐵板上 很好吃 來到海邊 還要吃了一條蒸魚 這樣就不錯了 最後 看著這個海 看著日落 簡直是為今天畫上完美的句號 來了大馬 生活了這麼快半年 現在最喜歡在假日至加油 打著車去到哪兒玩到哪兒 感受一下風土民情 繼續和大家吃、學、玩樂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的話可以給我們一個讚 支持一下 多謝了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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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